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說,之前台灣就叫幻影戰機,幻象戰機 當你翻譯不同,但是這個幻影戰機其實在台灣地區 在小弟生日那天,上年3月14日 就發生一個大的事故 是什麼呢?機件發生故障 後來查了出來 發動機,即是最重要的東西 是發生故障而無助 那幸好是什麼呢? 就是飛行員 王仲海中監 他就是 懂得跳散 快速地走了 即是 沒事,禍救 我們看看原來他們的報告 就發現了 台方的空軍 有很多東西需要矯正 發現氣障和各級的管制單位 原來是沒有什麼合作溝通 導致 飛機 因為已經是 原來是為什麼呢? 原來他 已經是 留在 空中的時間 是不對的時間 只可以 跳散 不要飛機 空軍就說 尊重 今次監察院 人號 矯正 今次事故的一些報告 台東置航基地 其實 亦都是 很多的 空房的任務 由什麼機去進行 其實這些是 由幻影戰機 和京國號 戰機 是 他們叫輪流訓練 就叫輪 輪訓 輪訓 進駐 機營 2017 幻影 2000 戰機 其實去年3月14日就執行任務時 就是 跌了到海 飛行員就很幸運 自己醒目 跳傘就是獲救的 幻影戰機在恒春外海執行任務時 11點5分 宣告發動機 系統故障 請求引導小航線 優先是反 即是反 基地 它就叫反牆 即是牆地的牆 20分鐘內落地 結果自航基地的地面控制人員 就沒有 考慮過 戰機的故障 就是 沒有 這麼搞笑的 就說 未達到膠接點 即是 未達到膠接點 遲不 接管 即是說 未行 你 這麼大件事 你發動機 縱使接管 亦都要求 麻煩你 重新再行一次 程序才可以進場 即是沒有什麼應急措施 就說不行了 你一定 跟整整個程序 撐你 現在這些東西 它又那麼 叫做跟程序 導致戰機超過20分鐘的時限 之後 機上的這位駕駛員就很急 不行啊 等不到呢 結果 只可以 棄機而逃 很明顯就是 疏失 疏失是我說的 你知道他們疏失是甚麼 疏忽 還有一個詞是甚麼 疏失 很難 疏 疏忽 是遏失 遏失是不見了東西的 疏忽也好一點 他不是那個遏 失誤 他是 違反 失敗的失 違反 而有 失敗 他加起來說 遏失 如果就這樣說遏失 你以為機不見了 遏失了 空軍就說 對於監察院提出的各項 缺失 現在又用缺失 缺失就好一點 空軍 會秉持坦然面對的立場 已經事發後主動檢討 針對緊急情況 的認署 會有一些 修改 因為當時 緊急情況 認署及不合 事 發規是實施修改 其實 都沒甚麼用 說真的 你說得那麼大 甚麼修改 之前台灣地區這些空中事故都不少 如果 只是這樣 說兩說 有沒有人要負責 剛才那段話好像沒有說過有人要負責 控制塔那裏 人員好像都 沒有甚麼聲器 他說以後會怎樣做呢 就說 未來 除了加強人員的教育訓練之外 亦都會強化 非安 管制 不是合作 非安管制作為 真是糟糕 非安管制作為 即是 非行安全作為 是 錯是作業行為 你錯了 真是糟糕 提升以及確保 非行安全 剛才是非安 現在是非行 即是他們 在管制方面有了一個 缺失 即是他們叫疏失 現在叫遺失 本來 你有時間點 但我很急 行了 讓你進來 為甚麼還不讓我進來 你重新再按照程序 再做一次才可以進來 結果就要跳飛機 是的 這次跳飛機不是說事 當然他們真的有吹得很大的 現在台灣 當然他們怕 大陸是攻過去 他們最 想做的就是多買一些軍備 但是 又說到很大 他就說我們 都花很多錢 抽一抽水 因為 歐烏戰爭之下 全球的軍備開支 都是大了很多 是嗎 他們就說我們都很大 自從俄羅斯出兵烏克蘭 令到歐洲各個國家 急於加強防務 去年的軍事開支 也創下了冷戰結束後的新高 並且帶到全球軍費 都是再創新高的 台軍的軍費 好搞笑 他又說得那麼厲害 我們排21 結果 還要下滑一位 我以為 排21是歷史新高 錢就是歷史新高 但是排名就不是 其實金額就增加了0.4% 這個就是根據 這個很出名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專門看軍備和 核設施 剛剛就公佈了 全球軍事支出的報告 2022年歐洲的軍事支出 是出現了至少30年來最大的增長 推動全球軍事支出延續8年創下新高 達到2.24萬億美金 就佔世界 這個 GDP的2.2% 所以你看 這條數很厲害 等於烏克蘭還說那些發達國家和 撐烏的國家全部給GDP 0.1% 很多錢 歐洲軍費 增長 是有 4800億美金 很罕見的原因就是 就是 烏克蘭戰爭令到他們害怕 並且 原來的數據還未 將通脹加進去 實際開支可能更高 這個是絕對開支 你計算通脹一些東西貴了很多 所以 這個也是烏克蘭戰爭造成的一個 必然的後果 令到歐洲的軍費提高 另外還有 就是中美之間的磨擦 大家都擔心 中美之間磨擦點除了是 這個晶片之外 台海是更加嚴重的 那麼軍費前五名的有哪裏呢 第一 就是美國 第二就是中國大陸 第三就是俄羅斯 第四就是印度 說印度也挺厲害 不過你知道他很想亂差的賣 第五居然是沙地阿拉伯 總共是全球的63% 中國大陸的軍費連續28年增加 達到2920億美金 台軍的開支是多少呢 125億美金 全球排21 比去年跌了 一圍 但是金額就升了0.4% 烏克蘭的軍費當然厲害 增加了七倍 全球最高 這個沒辦法 因為他在戰事當中 達到440億美金 佔他 國內GDP的三分之一 其中還是不包括外國的軍事援助 這些排名 看上去好像很厲害 但其實也是很心酸的 因為很多人在戰爭中離世 全球的軍事支出從36位變成第11位 俄羅斯 21年的時候他排第二 其實他的支出 挺厲害 21年排第二 現在排第三 他的支出是864億美金 亦增加了9.2% 只可以這樣說 這些事情 我覺得 不是一件好事 大家都是 難聽說某個程度上都看到是軍備競賽 某個程度上都看到是軍備競賽 另外 現在 他們倒內亦都是 說一件事 是甚麼呢 就是 華盛頓郵報 當然之前亦都披露了 美軍的一些 阿哥 披露了一些 解密文件 他們就說大陸方面 預計很快就會在東部沿海部署 這個 頂他 無人偵察機 就叫無人偵察機 他叫無偵 機 其實可不可以寫多兩個字 這個 就是 超音速高空偵察無人機 飛行的速度是音速三倍以上 他們就說 台美現有的科技都沒有辦法攔截 這叫台灣地區小心點 但之前他們不是說得很厲害嗎 又說自己弄 自己都可以弄一些無人機 將 他們整港把共軍的機全部搞定 結果現在好像又不是 當然這份報告 很難說 因為有 有真有假 我們也看 其實他們害怕些甚麼呢 因為擔心自己的攔截能力不夠 事實上 他們三立的說得很大 共機過來 共軍過來 一個不留 一個不留是你那些人一個不留 還是他一個不留 他就是這樣說的 說得自己很厲害 我昨晚看了一個 移民了去台灣的KOL 其實他也挺有名的 因為他本來在上海 他是一個混血兒 不開他名字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認識他的 他就是 老母就是上海人 老爸就是比利是人 之前因為 封控措施 就逃離中國 他用逃離 我引好了 就去了比利是 現在就落湖台灣地區 之後他就說 他 就說 老實說 有些東西你可能不贊同 但是他說的 昨晚那一集 就說台灣地區的一些東西 我真是拍爛手掌 他就說台媒那些東西有多少真 你知不知道有一條 他就 截了老三出來 就說馬英九 老三的標題就是 馬英九賣台 就是 馬英九承認 台灣 是中國的 原來看整條片 他就找了這條原片出來 他不是這樣說 他是說過去 中華民國人口 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 台灣 當時是中國的 但是他的中國 是沒有 是沒有頭沒有尾 他的中國是指中華民國 馬英九指的 結果老三就說 中國中國 中國 阿杰 之後 那個KOL就找了一條原片出來 他有前文後理 他就說 這個中華民國 當時是指包括台灣和中國大陸 只不過中國他簡稱 就是把中華民國簡稱中國大陸 但是老三就說馬英九賣台 他就說 台灣是中國的 事實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當然以他陸友的基 那些基調當然不是 但是 之後那個KOL就說 嘩 這樣做搖都不讓別人封台 對呀 因為他陸的嘛 他封人家台就可以 對呀 沒錯 之後他 有件事我都很贊成 他就說 台灣夜市其實 其實我都 我都經常跟大蜜船說 都不怕說 就是 Overrated 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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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的話就跟我說的差不多 多樣化來說 好像不及東南亞 我們有三大種族 各樣的自己獨特的 美食 還有大家 混合一起的 糧夜的食品 一定多過你的 一定贏你的 他夜市是大同小異 當然他有些話說得對 台灣的日尿 和台灣地區當地的尿理 也不錯 我想日尿台灣地區是不錯的 因為曾經他 做過日本的殖民地 其實有些事情他是做得好的 即是日尿 我知道 不要又是 不要又叫我一句話 但是 你說 我不代表本台立場 不起物噴 其實我覺得 有些是吹得大了 還有他說得對 嘩 有沒有搞錯 那些去台灣的 即是外國人的 KOL 好像什麼都看不到 他還說了一個問題 我們之前也說過 就是台灣地區的交通問題 他說現在只可以 在台灣地區小心走路 當然他亦說他為什麼喜歡台灣 因為言論自由 但是你不要忘記中國 14億人如果每個人都是 看了一些外媒 你知道外媒有事 吹水吹得很厲害 事實上是很難 很難管治 如果是這樣的話 風牆 他們經常說 為什麼 有個防火牆 其實是需要的 而且那位KOL 他還說了一句話 他說真的很老實 我完全去召喚他 他說 為什麼那麼多民眾 沒有對假新聞的分辨能力 這樣也相信 這樣也不止台灣的 老實說 公道一點說 其實就算黃藍兩邊都是有的 所以為什麼 新聞我們都說了兩邊 你自己要判斷 你自己要判斷 他就說 他也很老實說 有些事情 我要回上海見他的家人 現在他住在台灣 所以有些事情 我說話是有底線的意思 每個國家都有他的底線 當然台灣中國的部分 其實他說的 都算是客觀 他說 我相信任何地區人都應該是警醒 如果 那些KOL只是為你唱讚歌的話 其實很容易 你就找回音逼 自己說什麼 相信什麼 當然 我相信我們的觀眾 都是有自己的判斷 就好像 我們有觀眾都說 有些事情都是 要說出整個 大的 畫面給你聽 是不是 好像我們 說那一節 澳洲 那些 中國網上去打卡 有那句就說那句 難道我說 你應該闖進去 難道說他 很孤寒 不讓你入私人地方 錯就錯 也是那句 錯就錯 你說我我肯定錯 你說我如果真的有錯 我就會改正 是不是 這些東西沒什麼所謂 當然 如果我們 是 做過回音back的話 我都不希望 我都希望 我們聽眾 也有自己想一想 不用全聽我們說 真心說 我們說的不一定是全部對 不用全聽我們說 你也有自己的思考 最重要是 自己有一個想一想 究竟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我又不會說 你不聽我說 你不相信誰是誰 當然我們有時候試試試老超 但是你聽老超說的 其實 跟事實也偏離得多遠 真心說 有些事是 避重就輕 很正常 很多台都有自己的立場 當然我們盡量 希望站得中間一點 但是有時候 感情也很難 你看到有些人很明顯是騙人的 是吧 你看到另一個例子就是 老沉沉旭輝 嘩現在他跌窩跌得很厲害 自從47人 47人案之後 他跌窩跌得很厲害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 那一幅去玩的照片 令到很多人討厭他 當然昨天我看到其他 兄弟也有說 記得有一條節目 那些人 為什麼現在的人只是出來 飲飲食食不抗爭 老實說這樣才是正常人 二問你如何抗爭 抗爭 你和英國人那些 主題也不和英國人罷工 那麼你罵別人罷工 別人 又不想撿垃圾 你和別人不同 那你怎麼抗爭 別人以為你反抗爭 如果在 很多罷工的抗爭者眼中 其實他們是倒米的 不知道你做什麼 我現在在抗爭 為什麼幫我撿垃圾 你想怎樣 撐政府 對 那就是他們以前罵的人撐政府 疑路障的人 其實他不是等於疑路障的人一樣 當然疑路障是沒問題的 變成大英的藍絲 對 對 你這個邏輯如果套用他 不是大馬Sir邏輯 是我們套用他的邏輯 是的 所以做人 都沒有雙表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我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